今天和大家聊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也是 我想做成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 因为我们知道 尽管说国家注册审核员考试 培养的审核员 好像就是到企业 或者到被审核组织 去审人家 看看人家管理体系 建立的怎么样完善不完善 是吧 然后说说白了就是 哎 审核员们在那高谈窟窿 是吧 你这管理体系哪不完善啊 不完善啊 给你开个不符合吧 什么 但是我很少听到说 这个审核员们啊 就是自我对吧 自我管理体系啊 就自己来评价一下 自己说 哎我自己这个管理体系 做的好不好啊 我的自我管理搞的好不好 很少 很少 嗯本身人就这样嘛 对吧 就是 找别人毛病的时候啊 恨不得拿放大镜 是吧 哎就就从头到尾 给你扫射个遍 就是 只要出了问题 都是别人的错 是吧 哎 然后这事情做好了 都是自己的功劳 人马不都这样吗 哎 但我觉得这样 对于真正想提高自己的人啊 就是价值不大 啊 意义不大 说这个 嗯 我们真正想要 包括审核员是吧 尽管说这个 很多考审核员的朋友啊 试着求是讲啊 可能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些出路啊 我们 不实话 因为我这个 这个这个频道啊 或者我的一些视频啊 我喜欢 说一些很很直白的话 是吧 你搞那些高大上啊 什么那些 嗯 我觉得意义不大 是吧 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啊 对我还没任何帮助 没意义 嗯 所以说那个 啊 好多好多的朋友啊 考了这个啊 就把它当做一个救命道场 是吧 哎 我能够挣点钱啊 什么 这无可厚非是吧 啊 但是呢 挣钱归挣钱啊 看你是什么样一个途径啊 通道啊 如果说你仅仅是 只是考过一个试是吧 然后去了就糊弄糊弄 嗯 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 自己的追求 自己的想法啊 自己的 赚钱的手段 这个 只要你合法合规是吧 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说你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总觉得 我差点意思是吧 还是要考试我 能力的提升 用这个 呃 一些这个监管部门的话 叫什么叫做 有个有个什么 叫中小企业质量提升计划 是吧 你真正能帮助到企业 帮帮企业咱们先不说完 至少能帮助到自己 嗯 所以呢 在我当年考试的时候啊 当然过去 时间不长 在我考试的时候 当时就思考啊 说这个管理体系嘛 既然能够帮助到企业 能不能帮助到我们自己 是吧 如果说这个管理体系 连你自己的自我的一个 呃 管理都做不到 是吧 都不能帮助你自身 提升你自己的管理能力的话 那这个管理体系 不学也罢 是吧 那就是骗人的嘛 是吧 就是一个证书嘛 怪不得有好多企业 是吧 你这个 所谓的什么管理体验认证啊 就是一个证书嘛 是吧 也没什么用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当时我就不断地在思考 说这个东西啊 到底怎么应用在我们自我的管理上 是吧 所以我也有计划说 呃 结合我 我自己的这个 呃 工作啊 生活的实践 是吧 和大家去探讨一下啊 就是个自我管理体系 我们会建立是吧 呃 因为本身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管理体系的标准啊 就是一个管理学的一个 一个 一个精华 或者是一个融合啊 或者说一个 呃 管理学的一个体现 呃 它既然能用在企业身上 它一定能用在于我们自身的自我管理上 尽管说肯定有点差别 呃 这个我们 呃 要首先要承认是吧 但是呢 既然是管理啊 我们说什么叫管理 管理很简单 就是解决问题嘛 啊 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它一定有些共性啊 这个共性啊 不仅适用于企业 也适用于我们个人 是吧 当然这个也有 也有些审核员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只是可能没有系统的 把它去进行一些梳理 就在那道理啊 呃 所以我们 接下来我也准备 就是做几期啊 就是比如说是 呃 按照这个管理体制建设 是吧 啊 四点几啊 五点几啊 六点几啊 七点几啊 我们去 去研究 就是吧 这样我觉得 彼此也容易 对我们这些 尤其说我没从事过审核员 呃 这样的考生啊 或者有些这个帮助啊 还是那句话 即使说 不管这个考试过不过啊 不管将来你从事不从事 这个审核员的职业 或者工作啊 我觉得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的能力的提升 是吧 它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 如果说你搞了半天 这个事啊 没考过 或者将来不干审核员了 学这些东西都浪费了 我觉得这就没什么意义了 是吧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 呃 视频啊 我觉得 我的一个出发点吧 是吧 我们要 尤其是都是大 可能都年龄相对来说 比较大了 如果说再学了半天 啥又没有 也没啥意思 是吧 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的 呃 审核员 或者说 想做审核员的朋友 我觉得 首先我们要端正一些态度吧 呃 不管你年龄有多大啊 或者大于小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是吧 在学习面前 啊 我们都是 新人啊 就是个道理 呃 那么如何建立自我管理体系啊 首先我们就像企业一样 企业肯定要问你 问你的问题啊 我如何建立啊 那建立这个东西啊 那肯定有个前提条件嘛 就是你肯定产生了问题了嘛 是吧 如果说你企业没有问题的话 你还建立个啥呀 是吧 还是那句话 就天天回家 大家都放假睡大觉就完了嘛 啊 然后天上也 天天给你掉馅饼 是吧 这样就可能嘴都会用脏 你就 你就挺 挺舒服 我们自己也一样 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提升管理能力啊 要建立管理体系 那说明肯定我们也是 遇到问题了嘛 是吧 没什么问题 天天躺在家里头 都数钱 那还 搞什么要搞 跟他时间干啥 就是个道理 那么企业面临的问题呢 往往就是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 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 也会看到呀 很多的企业是吧 层层层层 大部分企业都面临着倒闭了 破产了 能活下来的 也不容易 是吧 也不容易 很正常 我们总觉得说 为什么自己赚钱这么难 是吧 别人赚钱那么容易 其实一样 别人只是 没说出来而已 或者没和你说 都很难 所以说不要觉得说 怎么说呢 一个端在一个心态吧 是吧 不要看到别人赚钱了 就怎么怎么样 自己没赚钱 就觉得啊 是不是自己 能力不行了 什么 当然也有这个原因啊 当然 也不要说那个 自我怀疑 别人意不大 那么自我管理体系啊 那个建立啊 潜力条件 刚才我也说了 肯定是你遇到问题了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 你比如说这个要考试了 或者这个 你准备说 这次考试过五科 那这就是个问题 对吧 为什么这次问题呢 因为你不能保证 你百分之百过嘛 对吧 如果你说 我这个 没问题啊 我百分之百过了 现在 我不去考试过 那还建立什么 这个管理体系啊 对吧 那就不成 那不是问题了嘛 之所以说 你需要建立一个 自我的管理体系 自我的学习的 这样一个计划 这样一个安排 那肯定是你 不一定能保证 百分之百过嘛 对吧 如果说你不去实施 这个管理体系的话 你大概就过不了嘛 别说五科 一科不过 都多了去了 对吧 开始信誓大大的 我五科都过 后来 五科都没过 太多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时间你觉得现在还好几个月了 一晃就过去了 这次 在我录视频 这个时间啊 因为每天都有这个时间嘛 六月二十号 上半天过去了 上半天干啥 是吧 我们自己干点啥 好像啥也没干 对不对 很快 所以说 自建立任何管理体系啊 一定是要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的所在啊 当然这个问题啊 肯定分析最重要 最根本的问题 重要的不见得是根本 根本也不见得重要 这两个概念 这就是时间 我们老说这个时间管理啊 精力管理说的 重要且紧急 对吧 这个事情不解决不行了 或者说这个事情 非常重要啊 尽管目前不紧急 但是也要解决 那最好解决 最最重要的 或者说最什么 优先解决 叫做重要且紧急 对吧 它就重要又紧急 那么对我们准备参加 这个考试的考证来说 那重要且紧急的就是 我们要有这样一套 管理体系是吧 来保证我们整个这个 备考过程的 一个正常顺利的进行 就这样的道理 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就开始在讲 就按照这个管理体系 建立过程 包括什么高阶架构啊 什么就是 我尽量把这个 我们这个管理体系认证基础啊 合格平地啊 这些东西我融合进来 是吧 这样大家听着也不枯燥 也觉得好像我没有 没有这个太多的 这个偏离这个 我们这个视频的目的 是吧 毕竟我们这个视频 主要是帮助大家背口 就这样的概念吧 反正每天我还不想录太多 录太多 我讲的累啊 大家也听的累 这期就到这吧 好 那个 韩山到惯例啊 最后来那个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复习背口球啊 它那个目的吧 因为这期是我录这个 复习背口球 那个目的的 第三个版本啊 如果一直关注我的视频 朋友啊 可能知道 忽然发现 这个后面这个 一些这个 做法可能怎么又改变了 其实我这个 为什么要改变 因为随着这个 我做这个复习背口球啊 这个时间越来越长 包括发现了好多问题啊 其实 我也在不断挖掘啊 这个我们这个复习背口球 到底它的巨大意义在哪里啊 最开始啊 我觉得复习背口球 因为在我去年背口的时候啊 我认为方法不是主要的问题 是吧 我认为主要是个氛围 因为确实也是 你想就是 你在原来你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或者生活环境 或者学习环境里 我实事求是讲啊 就很难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氛围啊 这是事实啊 如果说你周围人都比你强 都特别优秀 我觉得 那你那你不用说 就去参加做别的什么 父亲背口球 你天天跟你的这个同事交流 那你就足够维持一种 你现场上的动力了 是吧 这就像一群大雁 那句话叫怎么说 都往南飞 那你跟着就走就可以了吗 事实就是我们大多数情况 周围的环境啊 实事求是讲 都并不是像小学中那么理想 是吧 都可能就是得过且过啊 或者就是那种很懈怠的一种状态啊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去学习 或者说要想考这个审核员 这个目的所在吧 最开始我觉得 这个群啊 可以给大家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价值 后来随着这个群啊 我们建立起来 人也越来越多 慢慢的我也发现 其实好多的群友啊 当然也很有行动力是吧 也在用心去学 但是呢 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群里吧 因为毕竟不是说这种 说完全是这种 我讲大家听这种一个 非常长的周期这样的学习方案 所以有些啊 我认为是大家应该是 常识性的东西 我也不会说 说的太多是吧 如果你说的太多 可能大家也烦是吧 都成年人嘛 大家也觉得 那不用你说 这些我们都懂啊 但是事实上呢 我发现说 有好多非常 我认为常识性的东西啊 在考试上啊 常识性的东西 考试的方法 当然内容上 我先不说啊 比如说考试 备考的方法上 有好多可能大家 还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是吧 等我到一定阶段 我发现 哦 原来我认为 很常识性的 这种备考的方法 就应该这么去做的方法 有好多的这个学员 或者有好多的考生啊 还不掌握是吧 所以呢 我认为说 我们这个复习备考试问 就能够帮助你说 节约大量时间 因为你想 如果你的方法就错了 如果你走的方向就错了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巨量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最后 是吧 方向都错了 人家本身不考这个 结果你学这个 人家本身 这些啊 最简单的例子啊 就这些这个 考试因为已经改革了 是吧 这些题都不考了 结果你喊喊在那 去摆扯这些题 是吧 那你觉得结果 结果就能有什么样的 一些好处吗 还有一点 其实我们 也在别的视频里提到过 就是整个的备考群啊 可以让你去快速的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学习状态 因为我也知道啊 就氛围对一个人 影响是特别特别巨大的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氛围 你只是自己在那学 在那学 有时候会特别特别累 因为人身上 他总有情绪的 这个 情绪的一个比较高昂的时候 对吧 也有低落的时候 那么这个备考群问啊 他大家因为说 加进来啊 都是想要学习的人 积极用心的人 你这本人 他的这个气场 会帮助你 非常好地调整到 这种学习的状态 所以我 我一直认为啊 这几个 这几个这样的作用啊 可以去帮助你啊 不仅仅说更好的 复习这个诸多数审议考试啊 甚至帮助你 可以更好的去调整 你的一个学习和生活 或者是工作的状态 嗯 其实 包括以后啊 如果说我继续发现说 我们 这个群的价值所在 我可能也会和大家分享 当然我不是说 一定要加入我们 复习备考群 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 如果你也是 希望说能够 我们说 快速啊 或者高效地通过考试 我觉得加入复习备考群啊 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就是加入一个 我们说 很积极 很向上 包括也有方法 有知道啊 这样的复习备考群啊 我觉得对你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嗯